穿上防塵衣还要经过静电池测试 见东森财经药带您来第一时间 持集日月光新加坡厂的背后生产线 封测龙头日月光大手笔布局东南亚 2.6万平方公尺的新加坡厂 2016年营收高达1.37亿美元 让日月光对新加坡非常看重 新加坡这个厂我们成立了非常久 那日月光从一开始我们大概从2000年开始 我们就定位说对Fabulous跟对IDM的服务 必须双轨并进 大片芯片在机器里接受电力测试 送去切割变成晶片后还需要通过一连串的侦测 在这晶片测试楼层摆满了约180台 像这样的白色测试机台 摸起来还有点温温的 因为里面正在用110度的高温测试每个晶片的电子测性 机器手在高温下每50秒侦测一个晶片 但测试关卡不止这一个 管子里露出微微的白烟 新加坡厂还用液态氮来降低温度 最低到负45度来做低温测试 新加坡厂规模庞大 还预计再投资2500万美元 把每个月生产7000万颗的晶圆级封装 过增到1亿颗 对新加坡跟马来西亚我们都会持续的投资 一个封装一个测试 我们的定调并没有改变 对民业我们基本上还是觉得会持续成长 营运长吴田玉对前景充满信心 新加坡厂成为生产主力 也让日月光晶圆景封装的表现令人期待 东森财经新闻李仲祥扬昭昭 在新加坡的采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